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从这三幕具里面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空气污染 不仅影响了小朋友 影响了老人 影响了怀孕或者是正在照顾小孩的妈妈们 影响了我们生活在这嘉一市里面的每一个人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辩解且嵌合市民生活需求的大众运输系统 其实嘉一市大家知道地下人虫 我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大概半个小时以内都可以走完 可是在我们这么小的地区 我们却很少有很优质的一个公共运输系统 问看看在座的各位 你们在嘉一的生活里面平常有在搭公车的可以举下手 只有一位你看 几乎大多数的嘉一市民我们都是搭 都是坐机车跟搭搭坐汽车 为什么 因为嘉一市的公车非常不方便人民的使用 他的班次非常的少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一个班次 而且他的公车的运输路线 大部分都是往前站 后站的路线非常的少 而且都是重复的路线居多 而这样的公共运输系统 其实非常不切合嘉一市民的使用 那我们现在呢 最近又拆掉了我们公车厅 然后我们的图市长又说要盖铁路高架化 可是问题是要花这么多的钱 去做前站的改善 或去盖个或许对嘉一来说 不是这么最偷窃必要的铁路高架化 破坏我们整个嘉一市的财务系统 然后又增加了工程的空气污染情况 这个对嘉一市民来说 真的是有必要跟需求的吗 所以我们希望嘉一市民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便捷且切合市民需要的一个工作运输系统 游染车经过快一生活春的时候 大家玩得很愉快 可是知道富小嘉一富小多辛苦吗 他们都在吸肺烟 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我都希望说小孩子可以主动发现问题 并且解决问题 可是我发现我们的政府 他把空气盒子放在一个比较没有空物的地方 把小孩子放在室内 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逃避问题的做法 所以我在这边强烈的呼吁 尤其是有关嘉一县的部分 嘉一市的空气侦测站其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目前嘉一县的空气盒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甚至某些县市都还没有看不到数据 像阿里山厢或是大土厢 没有半个空气盒子 所以我在此强烈的呼吁 希望政府单位可以主动放置更多的空气盒子 让小孩子可以知道更真实的数据 但也呼吁说 那个庙宇或是里民系统的里长 我相信神明跟政治人物都是应该要按名如指 相信所有的市民跟所有的小朋友 他们的健康也应该是要摆在第一位的 所以应该要主动的在空物指报的时候 主动的广播跟所有的市民讲说现在是空物的情况 请各位要留意一下在出外的时候要戴口罩 我们提出都市律废这个议题 都市律废不只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海绵城市 可以解决空物问题 可以解决排水问题 可以解决许许许多多 我们生活上水泥化都市化的环境问题 所以呢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公园要生态化自然化 可以解决空物问题 可以解决水的问题 可以解决人民需求 人民休闲的问题 因此呢整个的生态化对嘉义市是一个很好 很理想很有方向的政策 在台北市富洋公园生态化和新公园的生态化都创造了很好很好的成效 以前的空气是一定的 那现在呢 我刚刚又刮口罩 可是现在我的孙子有一个大 一群孙子 我们这些孩子希望要健康的生动 所以我们有强烈要求反空物 救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我在嘉义 我要打空气